夏威夷有着各式各样的海滩 无论你在任何时候 任何一个岛屿的某个角落 都可发现优美的海滩 几乎可以玩遍所有种类的水上活动 在夏威夷购物 就像夏威夷本身一样 是个丰富多彩的万花筒 不妨前往迷人小镇的古董珍品店挖宝 或是到舒适宽敞的购物中心闲逛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来到夏威夷 你会发现每个月份 每个岛屿都充满了各种活动和欢乐 从岛屿式的节庆 文化节到音乐会和特殊表演 以免四季活动从不间断 来到夏威夷不只体验热带岛屿风情 更是亲子同游的好选择呢 阿罗哈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夏威夷的专业领队陈小伟 出国观光体验当地的风俗民情 是让人觉得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 但是行前的行李准备 还有抵达当地该注意的事情 确实相当繁杂了 雄狮旅游为了体贴各位即将出国的旅客 特别做了一系列的线上说明会 今天就由我陈小伟来为您做夏威夷的说明会的部分 进入夏威夷目前有两家航空公司 有中华航空及日航 那目前直飞夏威夷的就是属于中华航空的部分 所以各位记得在中华航空记得在第二航下 尤其请您要记得美国航线要提早三个小时 到机场与您的领队会合 安检的部分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也要提醒您 首先我们进入美国 食物类的部分 肉干类植物类水果类是不可以入境的 另外您如果有携带超过一万美元的外币 请记得一定要申报哦 除此之外我们在入境的部分 美国边境的防护局都要求我们需要 拍一张所谓的数位相片 还有左右手指都各要按捺一下我们的指纹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出境 还有美国入境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部分呢 是我们到当地的食衣住行该注意的部分 以食的部分来说 当地属于我们的热带地区 所以所有的饮食方面比较重咸重油部分 那以我们观光团体来说呢 主要是以我们的中式盒菜 还有日式料理 还有我们的夏威夷当地餐为主 那在这里提醒您 由于天气比较炎热 所以记得要多喝水 那衣服的部分呢 我们夏威夷全年接下 那平均的气温是在24到27度之间 每年的11月跟3月是我们所谓的雨季 那所以各位在打包行李的部分 请记得带夏季的衣服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还提醒您要多带一件 所谓的博外套 因为我们的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那当地呢您穿着T恤脱鞋短裤 都可以在街上趴趴照咯 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当地的紫外线比较强 要提醒各位防晒油记得多带一点 那遮阳闪遮阳帽太阳眼镜 这也是不可后缺的哦 住的部分要提醒您的部分 由于现在每家地区因为环保的关系 多数已经都不提供所谓的牙膏牙刷 脱鞋这比较私人的东西 在这里建议您这一部分 请记得要千万要带到 尤其还有男性的刮胡刀 还有女性的化妆品之类的用品 请记得要带到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当地的电压与台湾是相同的 所以你带着台湾的插头去充电 是没有问题的 夏威夷各岛之间的交通呢 主要以航空公司为主 那目前是只有我们的夏威夷航空 各岛与岛之间的飞行时间呢 大约是一个小时到30分钟之间 那在我们的本岛呢 就是所谓的欧湖岛 各位呢除了有所谓的公共交通工具以外 你也可以租车 但提醒您租车的部分 记得保险很重要 所以各位建议您在我们的租车的时候 记得您要记得要保的是全险哦 在夏威夷旅行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您 就是小费的部分 小费的部分呢 我会分几点跟各位介绍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饭店的部分 饭店的部分有一个所谓的床头小费 每一个房间 每天记得要放一美元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所谓的行李小费 我们当地都会有所谓的服务生 为您提您的行李到您的房间 所以记得要给他一块钱的美金哦 那除此之外呢 行的部分到当地 不管除了您坐公车以外 您搭所谓的出租车 所谓的计程车都记得 是要给10%到15%的小费 餐厅的部分 除了您在数十店用餐 不需额外给予小费以外呢 只要您在当地的餐厅用餐 有人为您服务 您就必须给10%到15%的服务费 那除此之外 您如果在酒吧里点酒 也要记得给所谓的 Bartender 1块到2块钱美金的小费 到当地呢 我们使用的是美金 那美金的汇率目前呢 大概是在1比30左右 建议您在台湾先换好美金 再到当地旅游 出门在外健康最重要 所以会建议您带上您私人的药物 例如头痛药啊感冒药啊 毕竟我们身处当地是属于外国人 没有所谓的医疗保险 看起医生来是真的非常麻烦的 出门在外当然是以健康为主咯 通讯的部分要提醒您 您如果在当地要使用您的手机 记得只能带三屏的手机 我们到当地呢 使用的是GSM1900的三屏系统 所以记得手机一定要带三屏的 那您如果在美国当地 想要打电话回台湾 请拨011886 然后再加上您的电话 记得把0去掉 那区码的0也记得要去掉 那您如果在台湾 想要打电话去美国 请记得打0021 再加上您当地的电话号码即可 另外在打包行李的部分要提醒您 从2008年4月份开始 我们有一个额外的规定 就是每个人只能一两件行李 每件行李呢 各个限重是23公斤 那另外还有一个随身行李的部分 一个人只能携带一件 那每件不可以超过7公斤 还有提醒您 出入境我们美国国土呢 您的行李千万不要上锁 因为我们的美国海关 有权利打开您的行李 在打开您的行李当中 如果把您的行李敲坏了 他可是不负责的哦 以上就是对我们夏威夷的行程的说明会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欢迎您打电话给您的旅游专员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旅游资讯 欢迎您上我们熊师旅游频道 tv.liontravel.com 或您需要更多团体资讯 请上我们熊师旅游网 www.liontravel.com 谢谢大家 祝您旅游愉快